我爱 我爱什么都不 你三观有问题知道吗 不是比面吃不吃的问题 这个面不好吃我必须要跟他说 我很 我很好的脾气跟他说 这个面不好吃怎么了 你转头就走了你知道吗 这个视频也看到了 我看到很多人都在说 这个男人是狗哨式虐待 或者反应式虐待 这个丈夫的做法是有一些像 但是我们严谨一些 光靠一个视频 我们是不能下这个定论的 因为这两个方式的情感操纵 说实话都是性质很严重的 但是有两件事情我可以确定 第一件是这个女人 能一下子崩溃成这样 这绝对不是这一件事情 就能让她这样的 我想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 她老公应该没少这样对待她 比如让她感觉多次被抛弃 让她觉得需要时 对方不会陪伴 让她长期感觉 自己做什么都不行 自己是一个挑剔的糟糕的女人 那第二件我可以确定的事情 是如果这个男人就是狗哨式 或者反应式略带情感操纵 其实这个女人的反应 是无法改善 或者纠正她老公的这个做法的 因为所有的情感操控 它都是故意的 它要的效果就是 在她的操控下 你随时随地的能情绪爆发 所以我今天主要想说一说 如果你们想摆脱或者压根 就不会被别人情感操纵 一定要去提升觉察 自己情绪的能力 并且要正视自己的情绪 也就是说当对方说的话干的事情 只要让你觉得不舒服 心里委屈或者压抑了 首先不要自我怀疑 不要觉得她说的好像是对的 我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你边委屈边觉得自己有问题 那这就是自我攻击 那不是她在操纵你了 你自己都在KTV自己 所以不要怀疑自己的情绪 要坚信我有这样的情绪 是有原因的 那其次当你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 发泄一下是可以的 但是最好别在她面前发泄 就是咬着牙都要坚持住 这样她就会发现 她的操纵失控了 你让她怀疑自己去 当然会用狗哨式和反应式虐待的 很多人都是志恋型人格 她不会怀疑她自己 她只会变本加厉 所以其实最好的方法 就是你要直接告诉给她 你是不是在KTV我 你别总动那个歪心思 能处就好处 不会解决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商量 但是如果你给我用这样的手段 也别怪我不客气 直接说往她脸上说 拆穿她的目的 我最后要强调一下 如果你确定呢 她在对你用狗哨式虐待 或者反应式虐待 你如果不想越来越痛苦 那就头也不回地跑 别想着她能改正 这是人格问题 你治不了 期待会儿的 установ吗 今天咱们走开 有点灯 还是会调整你 失败的 做 Pad这种 哎呀 种症虐待 一点咱们 感谢观看